从这个姑娘的眼神能看出来她心里有点慌 但是我想跟你说啊 无论是多情还是长情 它总归是情 我们如果能够把情感把握好 有能力去掌握自己的感情和这段恋情 其实多情也可以变成长情 你要去衡量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好不好 来吧 两位听听你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就是可能因为我工作问题吧 确实有些地方忽略你 然后我也觉得几位老师都说得挺对的 我也希望以后会尽力去做好自己 我知道自己在你心里 我觉得这个时间变化真的太大了 我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变得太好 可能会不会像以前那样 难道早已冲 我觉得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好了 时间到两位请回报 再去思考一下啊 小心台阶 请关门 请关门 我们都说这个爱情像橡皮筋一样 你拉得紧 你拉得紧 那有可能对方就会跟得紧 但是橡皮筋的双方 怎么把握这个力度 赤门技巧 千万别拉得太紧 绷断了 也别太松 没有了这种新鲜感 好 两位年轻人思考得怎么样了呢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最终选择 请 来吧 给点掌声吧 快两步啊 像当初一样热情 我刚才还想 就老师说的我挺对的 但不一定能保证以后 就是说一两天就赶 肯定会尽力去做的 我出来的意思就是 希望能再给他几个月时间 让他好好考虑一下 因为我觉得和他相处 有一段时间了 我可能真的不太放得下 如果几个月后 他不能像就是 之前那样对我好的话 我会听老师的 有时候爱情就是这样啊 爱情的路自己走 酷辣酸甜 自己去体会 来吧 请向我们可爱的小花童 有请 表现一点 谢谢 好 谢谢小朋友 慢一点啊 像那老师说的 我是秦总 我也希望你能 你是陪我到最后那个 欢迎 来 让我们共同见证 这对情侣的浪漫时刻 欢迎 欢迎 一辈师一辈师一辈师呢 专门为爱情保卫战设计的 白色恋人系列 像你身上穿这个裙子一样啊 洁白浪漫 来 爱情的路啊 总不会一番生顺 加油吧 好好保养自己 保护你们的爱情 谢谢你们 请回 再见 再见 两位离开的 总觉得有那么点 不情不愿 手都没踩到一块 但是 青春就是这样啊 当爱情来的时候 真的不愿意放手 所以路是他们的 让他们去体会吧 我们只能在一边 为他们默默地加油